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完全有信心应对任何威胁 他还表示 虽然目前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没有定论 但大多数观点认为 病毒是自然形成并无人工因素 法国大高乐号航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官兵感染新冠病毒 人数达668人 国防部表示 目前还有30%的检测结果没有出来 确诊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法国目前已就此展开两项调查 一是由军队卫生部门推动的流行病学调查 另一个是由海军参谋部下令进行的对指挥部的调查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宣布 因新冠疫情将推迟原定5月9号举行的 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约兵式 他还表示 与胜利日相关的所有纪念和庆祝活动 都会在今年内举行 因新冠疫情 3月到访日本的外国游客 骤减93% 日本著名的日光东照公等世界遗产 150年来首次封山 拒绝游人和乡客参拜 而日本大阪市防护服短缺 市长呼吁民众 全赠没开封的雨衣代替防护服 供医疗机构使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 英国农场难以顾到足够劳工 当地农场寻求政府批准 包机安排东欧劳工救急 首架搭载180名罗马尼亚劳工的包机 16号抵达伦敦 6月之前还会有6架这样的包机 陆续抵达英国 打开抗疫战型图 来关注一下新冠肺炎 目前依然在全球肆虐 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 全球有210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除了中国之外 累计确诊人数突破200万 死亡病例超过14万 先看美洲 美国确诊人数超过了67万 死亡病例有34000多例 巴西确诊超过了3万例 秘鲁单日新增超过1000例 累计确诊12000多例 再来看欧洲 西班牙累计确诊超过了18万例 英国累计确诊人数突破了10万 这也是全球第6个病例 超过10万的国家 当地又再多800多人染病死亡 累计13000多人不治 亚洲方面 印度目前已经有13000人感染病例 日本新增了574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了9000例 而在中东方面 伊朗累计确诊近78000例 死亡4800多例 土耳其新增4000多例 累计超过了7万人确诊 我们来看中国 经过修订 截至到16号的24时 武汉确诊病例 核增325例 确诊病例 确诊死亡病例 核增1290例 那湖北省累计确诊 6万8000多例 现存确诊病例降到120多例 并且全部都是在武汉 经过武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指挥部修订当地数据 中国全国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累计8万4千多例 4600多人死亡 现存确诊病例降到不到2000例 内地在16号新增了26例确诊病例 其中15例是境外输入 11例是本土 分别是来自于广东 黑龙江 山东 以及辽宁 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6例 那当天转为确诊病例有10例 港澳台方面 香港新增了一例确诊病例 累计1017例 台湾没有新增病例 累计维持395例 澳门也是维持在45例 看一下欧洲 欧洲议会在16号举行了 特别会议讨论新冠肺炎疫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就向意大利道歉 承认在疫情的初期 没有做好准备 目前欧洲多国已经开始放宽限制措施 但是疫情依然出现反复的情况 像科罗地亚就有养老院 爆发了集体性感染 要紧急受散 巴尔干半岛国家科罗地亚 上周重开露天食品市场后 疫情仍然充满隐忧 首都萨格勒布一家大型私人疗养院 至今有19名院友及4名员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其他院友16号紧急撤离 疗养设施风险在奥地利也受到关注 卫生部长宣布 未来几周将为所有疗养院的院友及员工 检测新冠病毒 涉及13万人 而在西班牙 确诊病例突破18万例 再多500多人死亡 累计死亡超过19000人 有棺木工厂提高产量三倍 每天生产150副棺木 以应付需求 意大利疫情进入平台期后 没有明显好转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反弹至3700多例 外长迪玛月表示 要制成疫苗才能恢复常态 而这需要国际联盟合作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 欧洲议会特别会议上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安承认 欧洲各国在疫情爆发初期 没有做好准备 要向意大利忠心道歉 欧洲多国开始放宽限制措施 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宣布 分三阶段进行 从本月27号起 恢复医院非紧急服务 及部分商店 下月重开所有商店及公立学校 6月再重开图书馆博物馆等 葡萄牙延长全国封锁措施 15天的同时 国会批准新的总统法令 允许逐步恢复商业活动 政府将在这段时间里 确保民众有足够的口罩 等防护装备 波兰也将在20号 重开森林及公园 放宽商铺人流限制 但边境维持关闭 只是下月3号 不过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克鲁格警告 欧洲仍然处于疫情的风暴眼 俄罗斯和英国等国 病例继续快速增加 各国的防疫措施不能松懈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抗疫无国界 我们聚焦的是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16号就致函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联大主席班迪 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重申 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 在疫情之下 所发挥领导作用 清函中张军表示 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 发挥的领导作用 中国也一直秉持着公开 透明和负责态度 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 中国坚决反对将新冠疫情政治化 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削弱 世卫组织的行为 张军还在信中详细介绍了 中国支持联大和安理会抗疫的举措 包括响应秘书长抗疫的号召 权力缓解疫情的经济冲击 将发展问题列为优先事项等等 中方还向世卫组织捐款了2000万美元 用于支持全球的合作抗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天也发布了有关于新冠疫情的报告 他表示大流行已经导致 社会最贫困的群体和弱势群体 受到严重打击 全球共有188个国家 实施了停课停学 超过15亿儿童和青年受到影响 教育 粮食 人身安全和健康问题 备受冲击 他呼吁各国协同合作 权力伸援脆弱的国家 共享资源来应对威胁 他重生现在不是减少 对于世卫组织支援的时刻 同日国际民航组织发布最新建议 要求各国适当调整对于民航运输航班的限制措施 对于各国政府的回国包机 人道主义航班和商业物资航班 应该予以快速的放行 民航组织表示 各国出于接回本国国民这样单一目的的航班 中途没有其他乘客通过支付酬金来上下飞机的 都可以被视作归国航班 各国应该迅速的批准和放行 方黄卫视 陈银谦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主持召开了G7会议 白宫在会后表示 七国领导人呼吁对世卫组织的管理要进行审查 不过德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会后 就明确表示对于世卫的支持 有媒体还报道 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会上也都表态支持世卫 特朗普遭到鼓里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召开了视频会议 随后白宫在声明中表示 七位领导人回顾了自3月16号上次会议以来 为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做出的协调努力 并讨论了恢复健康 安全和繁荣的下一步措施 七位领导人一致同意 继续致力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就这场健康危机 以及相关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灾难 做出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全球反应 声明还写道 七位领导人认识到 七个国家每年向世卫组织投入资金超过11亿美元 会议中大多对话的重点是 世卫组织在全球性大流行病上缺乏透明度 并长期管理不善 呼吁对世卫组织进行彻底的审查和改革 七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集中研究和人才抗击病毒 通过共享所有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和新的疗法 公开研究数据和结果 以及允许利用超级计算机资源等方式合作 未来将致力于做好安全的重新开放经济的准备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会后发布声明称 默克尔明确表示 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 才能战胜病毒的全球性大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 默克尔表示将全力支持世卫组织 以及许多其他伙伴 另外盖茨基金会宣布额外向世卫组织捐赠1.5亿美元 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欢迎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冠疫情继续在扩散 外界普遍的归咎于 是白宫对疫情的应变迟缓并且混乱 错失了大好机会 其实美国早在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制定了针对于大流行的一些防疫计划 只是当中有很多措施 特朗普政府就没有好好地执行 美国脱口秀节目发布影片 讽刺特朗普怪天怪地就是不怪自己 像是他最新责备世卫组织 并停止向世卫提供资金 由美国新闻网站就指出 特朗普此举违反了2005年 因H5N1病毒制定的大流行防备计划 美国政府透过这项计划来保护民众 以便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刻得以妥善因应 避免大流行 计划并于2017年修订 其中特别强调继续支持世卫组织 计划还设立了增加试剂和生产等 多项确保检测量能的目标 但这次美国除了试剂核数量不足 试剂核存在缺陷外 更糟的是 全美一开始能检测的实验室仅12家 让实际检测数远低于预期 疫情在短时间大规模爆发 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 另外美国疾控中心早前建议全美民众 离开家门就应该戴上口罩 不料特朗普直接表示这并非强制措施 还说自己不打算听从建议 当众打脸已经为防疫忙到焦头烂额的卫生部门 美国大流行防备计划之初 政府需要提供清洗的防疫指引 但特朗普的发言恰好可以显现当局 一直以来在防疫问题上反复无常 不断丢出互相冲突的混乱建议 让大众无所适从 凤凰卫视众号报道 眼看着美国疫情失控 总统特朗普在抗疫的关键时刻 就把责任推向了世卫组织 但是纽约时报就揭露 说特朗普早在美国疫情 还有机会受到控制之前 至少有五轮决策的失误 没有听从专家的意见采取防疫措施 这才使得美国疫情不断扩大 先来看第一宗罪 说的是他不听国安委的建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一月初的时候就有情报 预测了说病毒会在美国传播 并且在数周之内提出 可能需要下令美国人 留在家中禁事外出 并且在芝加哥等大城市实施封城 但是特朗普知道 三月才有相关的行动 第二宗罪就是他装傻说 没有看到顾问的备忘录 白宫顾问纳瓦罗 在月底的时候 曾经撰写了一份备忘录 就警告特朗普 疫情可能会进行全球大流行 会严重危害到美国 但是特朗普说 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自己才刚刚看到备忘录 第三宗罪就是 他指责官员散布恐慌 也是一月底 美国卫生级公共服务部的部长 阿扎就致电警告特朗普 说新冠肺炎可能会全球大流行 特朗普当时正在坐着飞机 前往到美国的中西部 去参加竞选活动 他当时就批评阿扎是散布恐慌 唯恐天下不乱 第四宗罪就是忽视了 收集本土疫情情报 卫生部长阿扎在二月份宣布 说华府会在美国的五座城市 建立监控系统 来测量病毒传播的速度 让专家预测下一个病毒的热点 不过这个项目进展相当缓慢 再加上美国 它没有提高病毒检测的能力 这也使得华府几乎是 没有办法得知 美国疫情的真实情况 第五宗罪就是 浪费了控制疫情最后的机会 美国疫情转为小区爆发迹象 是在二月中旬出现的 当时华府多位高级卫生官家 都警告说需要采取一些 保持距离 禁足居家等强力措施 以避免疫情失控 但是特朗普蹉跎了好几周 直到三月中才采取行动 关于在疫情之下 中美该如何展开合作 我们请出本台评论员 庚新先生做进一步的点评分析 跟着中好 我们看到昨天中美杨洁篪和蓬佩奥 通了电话 关于中美在疫情之下的合作 您有哪些观察 最近中美关系不太顺畅 大家互相之间都有一些批评 其实我们观察这次抗议 我们从事实出发 首先就是中美两国 最大的两个世界的领头羊 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 我们是最大的当事人 以往的几次比较大的疾病 什么中东 这个呼吸症也好 什么什么 相应的几个 包括埃博拉之类的 咱们中美都合作 致力于支持世卫组织的一些工作 但那个时候 中美两国本身的疫情 就很小并不重 这次不同 中美两个大国走在一起 而且我们要同病相连的 这么一个关系 现在实际上 事实是这样 在这个时候 我们同病 那我们就应该是一个 有点难兄难弟那个感觉 我们应该同舟共计 而不要同床异梦 更不要同事操歌 同时在这个时候 更加告诉我们人们 中美两国 告诉全世界 中美两个大国 不是敌人 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推动全球化 领这个头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这个病 就对于全球化 开展的比较好的国家 往往都是受害比较重一点 很明显 所以就更加认证了 就是在这个十几年前 当时这个美国的 佐利克先生提到了 说中美其实是一个 利益攸关者 我认为这次的这个疫情 正更告诉了我们中美两国 我们是一个这样一个 是吧 息息相关的一个利益攸关者 一损俱损 对不对 一荣俱荣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 基本的对事实的判断 同时呢 中美两国不仅是 两国人民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说中美的关系好起来 而且特别是中美 如果合作的话 对全世界是一个带头作用 全世界现在救人的问题 和救市 就经济情况 股市的动荡等等 救人救市 同时呢 救大家 所有的人的利益 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在一条船上 我们应该始终坚持 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中美关系 只有合作是唯一选择 我们不是对手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不是敌人 我们只是伙伴 只有合作 是唯一选择 中美不是敌人 我们共同敌人 是新冠病毒 对 好 谢谢庚先生点评分析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各国 针对疫情发展动态 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 先来看一下美国 公告牌环节 关注的是美国纽约州 还有英国 以及日本方面 都传来最新的消息 美国纽约州 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的缓和 居家令呢 至少是要延长到 下月中旬 期间 民众无论是乘坐公交 或者说在街上 都必须要戴口罩 州长科默就指出 重启经济 必须要具备 几个步骤才可以 首先是要确保感染率 要受到控制 其次是要巩固医疗系统 另外呢 还要联邦政府的协助 扩大检测和追踪能力 最后逐步的恢复新常态 来来看英国 英国当局在16号就宣布 将会延长禁足令三星期 暂行待行使 英国首相制止的 外交大臣拉布就指出 政府会参考五项 来指导方针 来评估何时会放宽禁足令 其中就包括 英国公立医院的应对能力 死亡率是否会持续下降 以及是否有可靠的数据 表明确诊率下降到了可控范围 还有检测试剂 和医苦人员的防护设备 是否齐全 以及任何的调整 是否会引发 第二波的感染高峰 根据民调显示 大约有36%的英国人认为 恢复到正常生活还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费格森以及卫生部官员就强调 在新冠疫苗问世之前 依然需要去谨守社交距离措施 看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16号宣布 日本全国进入到紧急事态 并且紧急事态将会维持到5月6号 他也呼吁民众 在即将到来的黄新洲期间 没有及时不要外出 不要跨地域去活动 至少把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减少6到7成 7到8成 安倍同时表示 将会给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现金 折合约6500元人民币 好 我们休息片刻 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携手抗议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 在白宫发布了重启美国经济的指南 允许感染率下降 并且检测能力较强的州份 分三个阶段逐步的重启经济 那具体速度是由各州自行决定 特朗普援引专家指出 美国疫情增长 区限趋于平坦已过峰值 在过去7天里 全美850多个县 也就是将近美国30%的县 没有出现新病例 总统特朗普出现新病例 总统特朗普出现新病例 专家组在记者会上详细描述了重启经济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只能建议公众在公共场所继续保持严格的社交距离 并避免超过10人聚会 不鼓励不必要的旅行 在第二阶段 鼓励人们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 采取预防措施 聚会的人数不得超过50人 旅行可以恢复 第三阶段 预计大多数民众将恢复正常生活 重点是识别和隔离新的感染者 特朗普重申重启经济的迫切性 表示长期封锁将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伤害 健康的美国人现在将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 重返工作岗位 但他也强调民众应该继续实行 谨慎的个人防护措施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中国内地第一季度的经济收缩了6.8% 这也是1992年 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以来 第一次路得负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为内地第一季经济 带来严峻考验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为 20万6504亿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6.8% 是1992年中国采用 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以来 首次路得负数 跌幅也比市场预期大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下降1.1% 降幅比首两个月收窄12.4个百分点 首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则按年下降8.4% 反映内需消费的 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按年下降15.8% 比首两个月的降幅 收窄4.7个百分点 至于反映基建投资的 固定资产投资 首季下降16.1% 但对比首两个月 降幅收窄了8.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指出 第一季中国经济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峻考验 但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 降幅明显收窄 3月份比1到2月份 是明显改善 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3月份这种改善的势头 应该是能够延续下去 特别是随着我们复工复产 加快统租推进 更大力度的政策不断的出台 实际上二季度 我觉得会表现会更好 所以二季度会明显的好 一季度 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携手抗疫 你我同心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抗击新冠疫情 特别节目 我是王峰 我们下周再见